嘿 大家好 我是YumiParity 2020年已經來啦 先跟大家說新年快樂 首先我想要謝謝大家 因為在去年底 差不多就在去年底的時候 我達成8000訂閱了 耶 好 那完成了整數的訂閱 當然 當然會有慶祝的直播 具體的時間我會再跟大家宣布的 不過就是盡請大家期待啦 希望到時候能夠在線上都見到大家 那既然是新年的一開始 很顯然就是 許新年新希望的時候啦 好 在我真的進入到許願之前 我為什麼說是許願 因為大家不覺得新年新希望 就真的不一定會實現嗎 比較像是過生日的時候會許的願望 就許那種感覺不一定會實現的 好啦 不要一年剛開始就這麼喪氣 在那之前呢 我也要特別謝謝一群朋友 就是在Patreon或是Kofi上面 有特別贊助過我的朋友 那因為有朋友願意實質贊助我 就對讓我覺得說 嗯 真的我必須要把作品做到更好 那同時對我來說也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就是如果在之後我能夠委託PV師 或是委託會師 把我的翻唱歌曲 除了翻唱的內容之外呢 整個影片的觀賞體驗都可以變得更好 相信大家看了也會很開心吧 所以就是我新的一年想要特別努力的地方 現在Patreon上面有一些獨家訂閱的內容 就是只要你有贊助我的話 就可以看到的特別的內容 這些內容就包括呢 你可以搶先聽到我下一首要發表的曲子 而且是比較接近怎麼講 Demo階段的 所以你可以參與到我對於這首歌混音過程的一些建議還有修改 也就是說下一首歌 有一些地方如果聽起來特別的棒的話 可能是因為你的建議喔 然後再來就是我每個月會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接下來這個月 在音樂上面的工作內容還有計畫 所以對這方面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參考看看 不過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我其實時常會收到訊息說 我能不能夠拿到你的曲子的高音質檔案呢 有的時候買了很高級的耳機 好像覺得聽不出來差別 這樣很好 不過有些朋友如果真的想要高音質的音檔的話 那就歡迎參加這個Patreon的計畫 你就可以跟我拿到我之前所有翻唱歌曲的高音質檔喔 好 接下來我要許這個 新年新希望了 你有什麼類似的新希望也歡迎你留在留言裡面喔 這樣子就可以當作今年年底 對2020年年底的一種公開處形 不是啦 好 第一個首先我想要讓我的頻道在今年 符合YouTube的夥伴規章 呃 也許之前大家已經聽我講過了就是 我收到一個通知就說 我的頻道 我的頻道裡面的影片呢 沒有原創評論 然後也沒有教育意義 所以他們覺得我的頻道不符合YouTube的夥伴規章 好啦這件事情 我覺得 就是我們這種小蝦米也不知道要怎麼對抗 那麼大的 邪惡的 Google帝國 對不對 所以 目前我的頻道還健在 以後怎麼樣 以後我真的希望它繼續延續下去 我想要 繼續唱歌給大家聽嘛 所以我想我能夠做的就是增加 嗯 延放評論 或者是增加 嗯 教育意義 呵呵呵 好 這我有想到以下幾種 首先就是我想要做一些網路歌手們的直播 就邀請一些網路歌手到我的頻道上 我們可以聊一些比較音樂創作的事情 那還有製作一些評論類的影片 至於要評論什麼呢 當然是評論音樂啦 誰的音樂呢 這個我還在想 所以有什麼建議的話都可以留言告訴我喔 再來的話就是我自己創作的心得 仔細想一想 嗯 雖然我會 在巴哈姆特的創作小路上面寫一些東西 不過我一直都沒有很系統性的把我創作的心得 或是一些創作的 怎麼講就是系統寫下來 每次都是有人問說 欸 那個寫詞到底要怎麼寫啊 然後或是我寫詞遇到這樣的問題要怎麼解決 都是這樣很破碎很破碎的回答 就也許也可以把這些東西整理成影片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這樣我就知道哪一個 這個 優先的 視序比較高 好第二個第二個新年新希望 我希望我的頻道 今年訂閱可以達成一萬人 一萬人 對啊這好像生日願望 但是沒到年底之前是不知道的對不對 好大家幫我努力的宣傳 那這種願望要有祭品嗎 我是這樣想的 就是如果可以在今年之內達成一萬人 也不是說今年之內 基本上呢達成一萬人 我想要像計畫通行 想要像阿通那樣拍真人的翻唱影片 然後到時候大家就會發現 在這個 呃什麼 有點像是VTuber的皮下面是個 其實這個肥宅 變身器肥宅 不是這樣子的 不是這樣子的 雖然我聲音可以很低 可是其實不是這樣子的 開玩笑了開玩笑 OK 有這個想法很久了 但也是因為我住的地方比較適合 錄音了也不太適合拍影片 但是如果達成一萬人的話 我真的很想做做看 拍一支很棒的影片 然後弄一個真人影片的翻唱 分享給大家 好大家敬請期待 一萬人到來的那個時候 OK 第三個 第三個新年新希望 我想要把一些因為版權宣告 而被Youtube引新的歌曲 再一次翻唱 大家都知道現在 做影片翻 做歌曲翻唱在Youtube上面 根本就是 孤兒啊 蝶不斷娘不愛的 他們現在比較喜歡長影片 一首歌才五分鐘 沒有辦法把人 留在Youtube上面太久 但是我還是會繼續做下去 因為這是我喜歡的事情嘛 耶 很開心大家支持我 不過有一些歌曲 因為我使用了官方伴奏的關係 被版權宣告 那基本上是全世界 不管什麼地方都看不到了 所以呢我的想法是 我想要委託 其他人製作伴奏 然後再重新翻唱 畢竟早期的一些作品 我現在聽起來也是不夠滿意了 既然有進步 就想要再把他們翻唱一次 第一首曲子我想的就是 新世紀福音戰士 新劇場版的Beautiful World 畢竟 啊那個 新劇場版最後一集 也說夏天 夏天要出來了 對吧 趕在那之前 把它重新錄一次吧 這是我 目前 目前的想法 第三個應該要實現的 這個 至少要實現 好的 那謝謝大家 一直以來的支持 謝謝大家願意訂閱我 也不要忘記打開小鈴鐺 這樣子我上傳的時候 才看得到 之後我應該會比較常上傳 類似這種Vlog的東西 大家喜歡的話記得留言告訴我 我會比較有動力 不然我內心好害羞喔 我都在這邊 怎麼講 講一些廢話 這比發廢文還要有壓力 OK 那謝謝大家 願意幫我宣傳 甚至是透過Patreon 十字支持我 用完什麼方法我都很開心 那我也很開心 時不時可以收到一些訊息 跟我說 聽到Yumi的歌 看到Yumi的詞 覺得 心情變好了 覺得有得到一些新的東西 覺得 明天 又可以很開心的去面對挑戰 這就是我做音樂的原因 我很開心 能夠一直這樣陪著大家 我也很開心 大家能一直這樣陪著我 好 以上是我2020年的新希望 大家有什麼新的希望嗎 或是有什麼話想跟我說的 記得告訴我喔 好了 那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你覺得 好 快 快